來 這個文旦美鳥新葉黃化 有這個 甲美鳥 這個翻紅 其中的一個情形 所以這可能要稍微注意到 這有時候就是我們在這個肥療在使用的時候 有可能就是我們過度強調 因為肥是這樣 在我們這些肥療很容易出現的一個問題 過猶不及 所以有時候你 可能是這個 褲頭酒的東西太多 會出現到這種微量元素的一個缺乏 所以微量元素缺乏的時候 它的心目的這個地方就變色 所以這部分來說你可能 如果是這種情形 我們都會直接判斷 應該是這個微量元素缺乏的一個情形 所以稍微補解 這個微量元素的這個部分 稍微補解 其實就是 對於你比較頂端是算的 要不然 不要隨隨便便 就用這個褲頭酒灰 褲頭酒灰 是一個真的是一個好東西 既便宜又好用 但是這個 沒有正當的一個操作的時候 真有可能就去造成這種問題 所以信號就出現了你 類似這種的一個情形 還有一個就是 我們要特別去注意 一個要點 有時候我們看到這種 柑橘類的一個 這種 這種 類似這個 營養缺乏這種 競爭的時候 我們通常就去 去判斷 就是說 比如說 像 文旦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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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都會先 建議好朋友就是說 新北下來第二 那個地方 因為這個 黃 黃在這 新北地方 所以新北的褲子 大概 新北的那個賣算 大部分的那個地方 因為這才我看不到 這應該是沒有 你看看 在白的地方 是不是有一個 這個葉賣 以前 所以我們有一些 如果長這麼多 arma 充滿 不要 那些 Hypko 在過去的地方 中路 那個叫做主麥 邊這個叫做自麥 中路那個所在 中美 那些 Hypko 某種lia 或是它很難 吃飯 吃飯 應該要注意 這要很小 因為 可能我們住的地方 靈頭 這個很容易造成缺盆 所以小字 要注意一下 所以有時候要小心一點 當然這種東西就是說 不夠我們再補 太多就中毒 所以我們一些這些酒餅地的時候 就很容易缺膨 這個情形也會像我們聽說朋友們 什麼其他的地方 正常正常 尤其新鮮的地方 尤其有飯店 缺米 但是缺米是在下方 缺米不走在尤其 所以你看到這種情形 你把缺米不走 有的奇怪的人跟我說缺米缺米 缺米不走 那不是缺米是在流氧 流氧就是比較下方 你的下方正常 新氧不正常 所以這種應該就是 和一些美容元素的缺點 第一個要去看的這個地方 通常就是這個氧 我們第一個要去休息 就是先看氧米的地方 別區 怎麼有別區 這就是缺門 我們聽眾朋友這個情形 不然可以 氧米有別區的地方是缺澎 這一個問題 大概就是一大間 你幫他休息 甚至用氧米補 補 補整個月 兩百就好了 看什麼 比較好 這不可以太多 如果沒有筆筆就不要再 我們平常 如果已經有用一些澎 在補充這個問題就比較少 因為新月的這個氧不正常 所以我們通常要看看 就是說 你的一個這個氧 那是新氧出來都變白 像我們聽眾朋友說 就是新月變白 就是像這樣 它的到新氧的地方 如新氧的地方 出來都如白霧 一直白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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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缺澎的有些超大點 但是你這個要不太明顯 所以這應該是這個氧 跟鐵的這個缺法 鐵 這缺鐵 這通常在這個維吾元素 裡面這個缺澎的這個情形 很容易來把它出現到 所以 可能在這裡 你可以注意一下 但是你的新氧 新氧 變一點點 小小 所以 有時候要補鐵 所以一種維吾元素 我們有一個還蠻易吸收的這個東西 你如果怕說這個效果不夠好 加一層海藻精 這個好一點的 不要剪菜 用一層海藻精 你把它加在用 然後大概兩次 這個問題就慢慢慢慢的 可以把它控制掉 但是這個前提 聽眾朋友要知道 因為我們 我們是看到說 這個新氧這個地方 有點柔柔 有啦 那種是缺澎 這個我們聽眾朋友有消化 但是這很難去判斷 所以我們唯一的判斷 就是說在這個氧 或是氧 有賣的地方 尤其去煮賣 那個氧的中路 有的人說 中路 那時候稍微說 稍微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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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缺澎 那就是缺澎 很容易 很容易 以外 如果開始在大的時候 這個時候還有需要澎 因為要需要水分的調控 那時候澎不夠 後來的焦頭鋼 什麼焦頭鋼 就是說 就是很大顆 電腦 沒有什麼 這樣 外面皮很粗 焦頭鋼 那有的人說 那是那個 手錶10架 手錶10架 但是不會太焦頭 純粹焦頭 缺澎 所以澎在鄉面 佈以外 還有一個就是 土甲底一分底 一分底 稍微把他壓一段 這樣啦 一般來說 這個 倒數一張 差不多50克 這50克的量 你分幾百 這樣壓 一年分三半 這樣壓 一般來說 就有辦法把他控制條 這要先判斷 先判斷 先看好細心 我看是沒有啦 但是我是提醒到好朋友 不然你現在補 補我們給你介紹 微量元素 還補不過 你會說補也在嘲笑 那補說真的不好 只要稍微有反過來而已 哪補也沒有反很多 有可能就是膨 所以最主要是 要先判斷是不是缺膨 那是有 就為膨先補 當然問到鐵 再做費用 這樣效果就好 因為綜合微量元素 在裡面 棚 蒙 鐵 最主要是木魚 都在裡面 所以你 床面這樣來判斷 應該就夠了 但是要注意的是 因為棚 如果是缺到 我有說到 那個床要逼開的時候 你只判斷床面 有時候還沒什麼 就必須要再放在肚子 所以這最主要是 差別是這個原理 所以這讓我們好朋友 少了解一下 不知道是 要清楚 沒有對到我們所有 種油 外的好朋友 這段 油要長大 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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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很重要 所以有關到 棚的地方 我們都會知道 開火的時候要補 很多人不知道 各開始在棚的時候 要入獎的時候 也要注意棚的 這個需求量 這給你了解一下 也提醒到我們所有 其他好朋友 можете趕快 去拿廠 你 ذه 那 你 你知道嗎 我